这个战史里面很多 希特勒在苏联打败以后 要撤退 不准撤退 然后换 有没有 打到柏林的时候又换 到了他自杀的前几天还在换 这就是什么 不相信自己失败的 都是你们降临屋的嘛 这是第一个心理 第二个是困兽之斗嘛 说我这个换一个人 说不定有点失去 换手气啊 这个比那个打麻将换手气的 还没用 这是这个战争 真的让美国只在很丢烈 我们把实力对比一下 塔利班找好部队 五万到六万 他裹挟那个民兵不算了 他能够打仗了就五六万 阿富汗政府军多少 三十万 阿富汗政府军两百多架飞机 能够出动的是176架 这里面有高科技的飞机 包含Apache 包含Black Hawk 黑鹰 对不对 那游击队手上都是小米加步枪啊 就清兵器嘛 对不对 这种装备悬殊的对决 居然输到这么惨 关键第一个 没有失去 没有失去不是我们凭空讲的 阿富汗的总统昨天发布一个命令 以后军人的心想啊 我直接发信用卡给你 发信用卡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很多国家 很多 第一个 吃空缺的 三十万里面有几个是空缺的 长官领他的薪损 第二个 可扣军饷 军饷不发 给你发个一层两层 发信用卡的意思就是说 我免掉你上面的剥削啊 你直接可以去领钱 让你真的可以拿到钱 你可以拿到钱 说不定有点士气啊 对不对 那这个发信用卡 已经代表这个军心市区已经崩溃到 因为我们也有国共内战的经验嘛 对不对 但是绝对不像他这样子啊 对不对 他到什么 那个战败的那个现象都出来了 对 兵败是三岛 而且上下级已经就不相 是互相不信任了嘛 你很难想象 你政府军30万 就算打个对折好了 15万 你也不能说打不过那5万人吧 对也多你三倍 问题就是乡村包围都市 都市被困以后 被多冰塞 最糟糕的是 集体投降的 军头叛变的 对不对 以前国共内战不是号称奇异的吗 一下一下拉走一个 撕一下拉走一个 所以阿富汗这个战争呢 拜登做梦的想不到说 这么快 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 撤了军要放3000人回去 那是干嘛 掩护撤退啊 要把大使馆的老命给保住啊 而且 现在这个态势 大家都等着看一个笑话 911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拿下来 因为当初是为了911去打阿富汗嘛 那现在已经是8月中了嘛 911如果把你美国人全部赶出去 对 这很讽刺啊 那是不得了的 那拜登临走也就算了嘛 夹了尾巴就走了啊 还放狠话 他说你们这样搞啊 将来国际上都不承认了 你们都变得国际难民了 国际比你现实的多啊 等于美国大使馆一撤走建交的国家 他周边都是他回教国家吧 伊朗 巴基斯坦 塔吉克 对不对 塔利班 也已经不是以前的完全的土巴路了 也懂得在国际上找 找中国 找苏联谈 对不对 那今天 我们民主国家里面 看塔利班是不太顺眼啊 什么不准女生上课啦 对 不准看电视啦 不准听收音机啊 你是极端的控制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政治体制啊 你要入境谁俗的啦 你叫他一天改变 他们几千年下来的文化是这个样子 就文化是这样子吗 你硬要去改变 要把你那套移植到 基督教的精神文明 去移植到回教的文明里面 去当然是困难嘛 第三个 你美国怎么能持其咎呢 你占领阿富汗20年 军队是你训练的 对不对 那资源呢 阿富汗这个政府军呢 美国要供应他二三十亿 支持他政府 养军队 养这个国际民生 塔利班只有三亿到五亿 伊朗给的 巴西斯坦给的 这么小的资源 这么烂的装备 打成这个样子 代表什么 军心士气没有了 而且他空军招不到人 为什么塔利班也很厉害 我专门杀你空军军官 谋杀 这个恐怖攻击 杀你家属 现在没人敢去 干他的空军 空军是头号目标 所以没人去干他的空军 因为两军对峙 阿富汗政府军有绝对的空忧 对 绝对的空忧 美国能帮他的也是靠空忧 但是空忧有一个问题 空忧飞机速度这么快 喷射机 打一个乡村的游击队 就好像拳头打蚂蚁一样 藏在哪里 你根本有时候看不清楚 打的都是平衡老不信 仇恨更多 阿富汗军力本来就不多 散居在各地 但是一蜂拥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战争 我当时还看了报纸上 台湾还有些很迷信 说美国将来要派这个 National Guard来替我们训练军队 我就想想你看看阿富汗好了 他训练了24年也没训练出来 他就拍拍屁股 就说你们自己国家自己救了 你走就走了 你还讲那个狠话 就是我已经投入几十亿给你 你自己打不赢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但是你们现在不跟 阿富汗政府谈何的话 你将来变成国际难民 贱民 这叫什么话 你拜登凭什么讲这个话 今天不管塔利班 或者阿富汗的老不信 愿不愿意结束塔利班 去应当事 对不对 你去改变 而且每一次都是这样 当初马逊尔跟史蒂威 说国民党政府贪污 后来停止美元 现在美国也放同样的话 阿富汗政府军贪污腐败 这给你找逃难的折修部 对不对 你一年花那么多钱 又有美军又有空军 何以打不过这个 这个美国要检讨 对 美国在全世界打 消灭人家国家以后 建的傀儡政府 没有一个成功的 除了日本以外 你把二战的战士回来算一算 对不对 它到处都成立傀儡政府 对不对 也要把持 不管什么手段的傀儡政府 包含以前菲律宾都一样 花钱买 这个帮助他选举 但都是外来 所以这个东西 台湾如果把自己的安全 寄托在美国的资源 今天看看阿富汗 应该要寻一寻 会有一点 我并不是说我支持塔利班 塔利班的有些行为 也有点宗教的极端 但是你要整个人家的文明 要统统要换 换你美国的基督文明 这不可能的 是 中国能混到今天 儒家文明不是你能 中华文明不是你任何文明 可以改变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战争不是战场上 打打杀杀看结果 你看那个基本盘 跟大使所需 所以他再好的武器装备 没有士气 放下武器就走了 刚才帅将军就是透过 你看战场上 实际上士气是第一要先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塔利班这样子闪电袭击 同步之间把这么多城市拿下来 听说白宫私下 他们本来就判断 塔利班最后会赢 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其实也都吓到 刚才有讲到难民这件事情 不管说 这个拜登恐吓说 以后这个塔利班政府 你们就是一个国家难民 或是你们一个难民政权等等 现在实际上难民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也就是因为阿富汗的情势很紧张 过去欧洲本来有一些国家主张说 你还是要把这些有些不符合难民资格 或是你申请没过 你要把他遣返回阿富汗 可是呢 现在数以万计的人 欧盟成员国 感觉起来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 像是呢 德国跟荷兰 他们就觉得说 看起来阿富汗真的是 看起来蛮紧张的 那我们在我们这边的难民 我暂时就不遣返 比利时继续的遣返 尤其希腊 他是整个欧盟国家呼吁 因为他是在第一线 他等于承受最多的难民过来 所以他说 这个一定要支持继续的遣返 因为我们欧盟还没有准备好 后续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错误 如果我们停止遣返的话 会发出错误的讯息 没能力再应对 类似2015的难民危机 2015难民危机 大家想六年前发生什么事 可能大家记不起来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张照片 这个是在 应该也就是在希腊的海滩上 一个小男孩 好像很安详地睡在那里 那后来震惊世界 他就是难民 他才三岁而已 然后因为可能人蛇集团 把他带过来之后 不慎落海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他死了 就静静地躺在上面 而且他的五岁的哥哥也死 震惊了全世界 大家看到这画面才知道 什么叫难民 这个就是难民 但是像欧洲国家担心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的难民 或是这个阿富汗政局变化太多 所以各国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 欧洲的难民对欧洲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因为有几百万的难民 不是一两个难民 是几百万的难民 那目前这些几百万的难民 土耳其收容绝大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约旦 他们收容的另外一个部分 约旦不是富有的国家 但是他们都收容的大部分的难民 土耳其就常常把这个难民作为一个工具 因为这些难民并不是想住在土耳其 这些难民是想到欧洲去 那他们到欧洲去的时候 他们最终的最希望能够去的国家 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因为这三个国家是比较富有的 就西德最富有的国家 对 那所以这些难民 他基本上来讲目标目的地 是往这三个国家走 但是他在途中一定要经过土耳其 土耳其在过去就是希腊 所以每一次土耳其跟欧洲的关系 一紧张的时候 土耳其就把边界就打开了 放难民过去 然后这些难民就开始涌出去了 那这些难民涌出去的时候 那就一定会经过希腊 所以希腊就苦不堪言 因为按照联合国的难民法的规定 第一个接待难民的国家 就是难民到了你这个地方 一旦报到了 你就必须要收治 所以对于希腊来讲 他就不想收治 所以难民一旦进来 我一登记以后我就要收治 那我怎么办 我就让你进来 我不登记 你就进来了 但是我不登记 不登记的时候 我继续把我的边界打开 然后这些难民就继续走 我让你再到其他国家去 他变成希腊也是一个通道 当时意大利也是这样做 希腊也是这样做 希腊再往北走 就进入了南欧了 南欧保加利亚 匈牙利苦不堪言 所以他们就要逐墙 然后就被批 你违反人道主义 那因为他一墙一逐 那就把难民就挡在 例如说希腊或是其他国家的境内 那这些国家 他就痛苦不堪 那他又不想让他登记 可是又痛苦不堪 可是欧洲的国家也痛苦不堪 因为我就讲一个案例 这是普遍的案例 我只讲一个代表 例如说有难民跑到了这个意大利 然后因为是坐船 坐船了以后就翻覆了 那意大利不得不去把难民救起来 救起来以后就送到自己一个岛 可是送到一个岛以后 你要开始登记的话 你就要收治 可是意大利又穷 他还不想收治 怎么办呢 他就把他门打开了 这个难民呢 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就坐上了这个铁路 坐上了火车 那本来你坐火车一定要买车票 可是他们不用买车票 可以不用买车票 因为意大利也知道 他们的目的地是往欧洲 就是我送你一程 对然后他们就坐上去了 就坐到了法国 坐到了英国 好那你英国跟法国就要收治了 可是难民我们又分两种 经济难民是不能批复的 那要遣返的 经济难民的意思也就是 我为了要过更好的日子 例如说台湾以前有人 到美国去跳机 那就是经济难民 他不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 他是因为想向往 赚更多的钱 这叫做经济难民 目前来讲 很多人从墨西哥 或是从中美洲 那就是经济难民 那经济难民是不用收治的 但是政治难民是要有义务要收治的 可是这一些国家是战乱 所以他是政治难民 好那所以政治难民 欧洲国家都要收治 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 战乱谁造成 阿富汗的难民 就是因为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率兵攻打 美国率英国 这两个国家去攻打阿富汗 所以造成了阿富汗的难民 大量涌出 所以阿富汗的难民的责任 是在美国跟英国 伊拉克的难民的责任在哪里 伊拉克的难民的责任在英国 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跟日本 这四个国家 那叙利亚的难民呢 那欧洲 这个很多国家 例如说美国 英国 还有他们的一些 法国 但都要负责任 利比亚的难民 美国 英国 法国 来各位观众朋友 我这样一念的话 你都知道 第一个 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美国 每个都有美国 第二个呢 那就是英国 第二个公约数就是英国 再来就法国 所以美英法 他们要对难民负完全的责任 德国人是不用负责任的 因为德国人没有去攻打他们 但是结果是德国收容难民最多 而英国最不想收 美国是完全几乎都不收 美国象征性的收了几千个 后来被破的不得了 承诺收几万个 但是目前还没有执行 所以美国承诺说收几万个 可是是几百万难民 那你就几百分之一而已 上千万的难民 对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难民是美英法他们造成的 美英法造成的难民 而这些国家不负责任的收难民 而这些难民在涌出去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是碰到人事集团 有很多人碰到船难 死在这个地中海内 所以他们的尸骨满地在地中海 而地中海的北岸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蔚南海岸 从意大利到法国到西班牙 在蔚南海岸 一堆有钱人在那边发游艇 躺在那边晒温暖的阳光 结果底下都是白骨 你想想看这是多么讽刺 人类间的炼狱跟悲剧 可是它活生生的发生 而美英法还每天搞得 每天讲这个漂亮的语言 而他们的媒体 从来不批评他们的政府 干了这么多丑陋的事 那这些难民 好现在一出状况了 又来了 这个遣返的不遣返 遣返的继续遣返 那个有一些人就说 那我就先不遣返 德国荷兰说 我就不先遣返你回去 不先遣返 你有准备要收容吗 也没有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只是在观望而已 但是我觉得最糟糕的一个地方 是在哪里 美国的情报局 当初拜登是说在911之前 要全部都撤回去 911之前要全部撤回去 美国的情报局评估说 那半年左右 那就到隔年才会 半年左右 就大概这个 现代的政府军守不住了 半年左右 还没911 美国也还没有撤光 然后就完全不堪一击 其实我们已经早就跟各位观众朋友 我记得我上次也来这边 我就说城市包围乡村 乡村包围城市 食物链都断了 然后城市变成孤悬 交通线都被切断了 怎么还会有士气 交通线都被切断了 食物链送不进去 关在城市里面 然后他们的官员 像财政部部长就已经溜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一些美国人 现在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他很害怕 2012年的9月11号 发生在利比亚的班加西 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斯 被杀的这个事件 所以美国他现在很担心 那个事件又重演 然后也担心伊朗的事件重演 因为伊朗当初有六个人质 被伊朗政府抓到 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打进去了 所以美国现在要仓皇的 冲促的拼命的逃跑式的 把美国的大使 大使馆的人整个运走 各位观众朋友 还没911 然后美国的承诺也还没完成 如果英国跟美国的大使馆 整个人员 而且那个旗子降下来 大使馆就坐着直升机 就飞走了 然后就到了军用机场 然后就回到美国去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你想想看阿富汗的政府军 逃的逃 跑的跑 可是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在于 这20年内帮美国人 做事的这些人 他这一生 他的后面的生命 财产的安全该怎么办 美国人绝对不会负责任